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和 23岁 来自贵州 是一名钢琴教师 女嘉宾小黄 同样是23岁 来自广州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 对吧 对 一个学校 一个专业吗 是一个学校 但是不同专业 她学钢琴的 我是学声乐的 怎么就变成了男女朋友的呢 我们不是在琴房里面练琴吗 她就被我的琴声吸引到了 那时候我就真的 特别喜欢她弹琴的样子 很认真 很专注 然后是你追的她是吗 是 追了多久啊 两年吧 因为我对感情这方面 我是比较木的 因为我大多数的时间 我都是放在琴上 所以就 在这边就比较呆吧 然后我都已经暗示得很明显 我喜欢她了 她一点都没有反应 最后还是我戳破了 这张窗室 最后你是怎么告诉她的呢 我就直接说我很喜欢她 我希望我们两个能交往 哦 那现在不也毕业了吗 嗯 是 挺好的 为什么来啊 我们毕业之后 也一直留在天津嘛 她去当钢琴的代科老师 然后我 因为留在天津 我没有找到跟我 专业对口的职业 我只能去干销售那种 来钱快的 可是她每天在家呢 就直到弹琴 吃饭睡觉 然后偶尔上班 她上班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 在家里的家务活都不干 我在外面跑 业务也很累嘛 回来之后我还得给她煮饭 然后家务活也是我包 然后我觉得这样 嗯 没有关系 因为她太过专注恋情 我觉得没关系 你把琴亮好就行了 可是后面我发现 她可以专注恋情 但是她也可以有别的心思 跟别的女生聊暧昧 我不是和那个女生聊暧昧 因为当时我念琴 我已经到了一个平静期 然后我就在一个 钢琴讨论组里面 就认识了一个 研究生在读的一个 那么一个女生 就是我一些不懂的地方 我就可以向她请教 她就可以跟我说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能懂的那种意思 我只是和她是普通朋友 可是我就是觉得 他们俩很暧昧 那女生说她不高兴了 怎么样了 然后她就弹一段 钢琴的小视频 就路过去发给那女生 就哄她开心 然后那女的说她生病了 她就问人家 吃没吃药 喝没喝水 你说我从她那个地方 我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但作为一个朋友 她跟我说这些事情 我是不是应该问候两句 那我生病的时候怎么说呢 她就拿那个冬天的大棉被捂着我 我小时候发烧的时候 我不也捂了一天 换我就好了吗 后面你说你烧得越来越严重了 我不就背着你去医院 打掉针了吗 我怎么就不关心你了 可后来呢 后来她就说 反正你也打完钓针要睡的 她说我练会琴 我就说想睡觉 让她别练了 其实我想暗示她 让她来陪陪我 她说那好吧 那就不在家里练了 我去琴行练吧 这样就不吵着你了 她一走就走了几个小时 那时候她关门的那一刹 那我心都碎了 我从小就一直都在念琴 我爸妈对我的期望非常高 我就觉得我不能辜负我爸妈的期望 而且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我觉得她要睡觉 但是我去念琴 我觉得这事情没有冲突 而且她真的特别听了女生的话 那个女生让她考研她就考研 我让她干什么她就不干什么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考研的事情 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跟她说过我想考研 但是我的文化分不是很高 她不但不鼓励我 她还泼我冷水 说我就这样的文化分 我怎么考得上 那我是你大学同学啊 你文化课怎么样我不知道吗 就你的高考五六十分的英语 能考得上研吗 那你最少的鼓励你应该给我吧 你看看我现在和那个女生聊天 因为她已经是研究生了 她考过她有经验 她跟我说像我这样 如果把文化科弄上去 我是很有希望考上研的 她就鼓励我 可你了 你非得没有鼓励我 你还泼我冷水 可是人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让你干什么 为什么你不听呢 就是我们快毕业的时候 我就是要跟我一起回广东 而且我爸妈也找了中学音乐老师 都可以圆我们俩的音乐梦 为什么你当时答应我 又出尔反尔呢 我当时确实答应了她 但是我毕业之后 我老师她就给我接受了 现在的这份工作 然后呢我就自己仔细想了一下 去那边是她父母 给我接受的工作 你现在是什么工作呀 我现在是琴行里面的代课老师 他在那代课吧 那老板给他安排多几个学生 他不乐意 他说这样耽误他练琴时间了 因为我练琴我是有目标的 我想还是自己想加入爱乐乐团 要去考乐团是吧 打过比赛吗 打过比赛 怎么样成绩 读书的时候拿过一个香港比赛的赛能奖 就有一次他去上海比赛 他跟我说如果能拿到名次给自己增加经验嘛 然后拿到奖金还能补贴家用 我们现在刚毕业工资也没有多少 他倒好什么都没有拿回来 就去玩了两天 然后他还骗我说是主办方那边组织的活动去游了上海 最后他把钱给花光了 然后他跟我说他没钱买车票回来 这才告诉我实情 你以为我不想拿到名次吗 我以为我自己能够拿到一个名次 可是我没拿到 你知道我当时自己有多沮丧吗 那你也没有必要骗我呀 你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干嘛说是主办方那边弄的活动呢 但是我问你去啊 这个其实不重要了嘛 事情都发生了 你们俩现在谁的收入稍高一些呢 我的收入会比他高一些 不是教钢琴挺挣钱的吗 但是他没带几个学生 他说耽误他练琴 要谈不出来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的 他怎么安排 我就想着他先支持我一下 然后我以后 支持的你到什么时候 就近两年吧 因为我也是学音乐的 我是学声乐的嘛 我虽然没有他练的时间这么长 但是我也很喜欢我自己的专业 我也有练了六七年了 但是因为维持了我们这个小家 我只能去找那些来钱快的那种销售工作 我就找不到专业对口的 你没去唱唱酒吧什么的 就偶尔坚持一下 也不是每天都有 其实你们现在的生活还是处在一个挺难的一个时期 是吧 是特认真嘛练的 特别认真 我排第二 钢琴排第一 对 他说的没错 那你愿意为练钢琴放弃他吗 我觉得我做不到 你愿意为他放弃钢琴吗 不愿意 就他如果一定要求你要这样做你会放弃吗 我不会放弃 我不会放弃 那就是还是选择钢琴而不选择他嘛 因为我觉得我只会弹琴 其他的我什么也不会 其实就是躲避嘛 在琴的世界里是干净而单纯的嘛 那里只有音乐嘛 在音乐里面 这就人家说的嘛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书中自有颜如玉嘛 你是在音乐里有想象的黄金屋嘛 未来有一天我弹好了 打比赛我赢了 我进了乐团了 我挣好多钱我给你嘛 对吧 旋律里面是有黄金屋的对不对 对 这个技术里面还有颜如玉嘛 那一个技术比你更好的 读颜的女生嘛 你们在思想上和乐曲上 音乐上的交流是纵横驰骋嘛 你的感觉是很好的嘛 对吗 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 那他在哪呢 就你的世界里面除了音乐 还给你一个女朋友 一个甘于照顾你的女朋友 愿意奉献的女朋友 现在他提出要跟你分手 你怎么办兄弟 我以后和他一起分担家务 我以后多鲁蜜待客 这个态度不是很好 你来我们家干嘛 人家有这态度了 可是他跟 我觉得他跟那个女生 真是关系一点都撇不清楚 我们平时吧 我让他跟我去看个电影什么的 他说在家里下就好了呀 干嘛要出去看 然后自从他家那钢琴论坛之后 他就基本上每周末都跟他们去聚会什么的 然后还跟那个女生斗琴四手连弹 就有一次我意外地看到他微信 就看到他们就聊得可有滋有味了 我心里特别难受 你是学音乐的人 对 因为你学音乐你懂嘛 你觉得他们这个是仅限于音乐技术的交流 和音乐的交流 还是其实在这个之外也挺有别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情感了 所以其实你并不在乎说 我为他放弃这么多 你也不在乎说他练琴不挣钱 你在乎的是他在这种情况下 就跟别的女生这样子 我觉得我并没有和那个女生 有什么情感的问题 好吧 那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三位老师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 我告诉你像他这样的男孩 他这么专注地 用他的话说 只会弹钢琴的这样一个男孩 他还真有可能和一个 和他有着共同爱好的女生 在长期所谓钢琴记忆的研究当中 迸发出什么什么的火花 因为他爱那个钢琴 他之所以能够那么执着地去练琴 你的位置远没有他 就是因为在他的世界 他热爱那个钢琴那么重要 不仅是你 在他这个阶段 可能另外的其他的女人 也没有那么重要 但其实男孩 你说你除了钢琴什么都不会 我特别的不爱听 如果我是一个他这样的女孩子 我是没有那样的胆量在你身边的 因为这个男人 他完全没有进入到现实生活当中 他还活在他的那个 小时候妈妈让他练琴的那个世界里 你爱的真的只是一个他的梦想 只是一个美丽的泡影 我并不支持你们继续这样为难地走下去 女孩长大 男孩呢 没有成长 你们当时相恋的是在学校里头 不用考虑其他的很现实地 去工作 去养家 今后结婚 育子等等 都不用去考虑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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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你刚才说她不鼓励你 对吗 对 你说那个女生鼓励你 对吗 对 你觉得那个女生如果跟你在一起过两年 她还会鼓励你吗 应该不会吧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相信这个女生一开始也是鼓励你的 对不对 对 是因为你在家里好吃懒醋 好高物远 虽长此以往 别人也不再鼓励你 对吗 对 任何一个女人是不能跟你长时间在一起生活的 一旦长时间生活了之后 你的那几斤几两就显露出来 一个男人在情剑上剑指如飞 哎 好有魅力 但一旦离开了钢琴 回到生活当中的时候就暗淡无光 甚至会说出 我除了谈情之外 什么都不会的这样的话 那你觉得这样的男人还应该爱 不应该 男人有才华一定是值得女生吸引 但是才华 仅止于让你去崇拜 欣赏金丝而已 却不是用来爱 有才华的人多了去了 你都爱吗 你不可能爱一个人的才华 你一定是爱这才华背后的那颗心 这颗心就是责任性 以及爱你的心 如果一个男人这颗心不在你这 他才华越高 那就越是背叛你的筹码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如果他的心不在那你那 只要他将来成功了 你就更岌岌可危 他要是不成功 他还有可能停留在你这 这样的事我们还看得少了吗 只有那些怀揣着才华 在生活当中虽然艰难度日 虽然不会做家务 但是尝试着努力地去履行一个男人的责任 有一只一颗羞愧之心的人 我认为他才会对音乐有真正的理解 才有可能弹出不朽的作品 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男生 当他说出我除了弹琴之外 我什么都不会干的时候 脸上连点羞涩都没有 他不会觉得说这句话不好意思 一个23岁的年轻人 靠着自己的女人来养活自己 居然还说出这样的话 脸上一点羞涩感都没有 所以我看你根本不会弹琴 活到现在你一直在乱弹琴 你说呢 活回现实来 该生活生活 该练琴练琴 该好好的对待女朋友 对待女朋友 你成为一个大音乐家 又如何呀 他不还得生活吗 所以别老跟自己说 我别拿那个做借口 我认为都是逃避 好了没什么说的了 至于你们要不要在一起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进入 港农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黄金60元 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应该回到现实当中 以后我会努力的挣钱 我会和你一起负担家务 我今天我真的知道 自己的不足和自己的错了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你原谅我行不行 那那个女生呢 我把她删了 你会愿意跟我一起奋斗吗 我愿意 可是我还是不确定 你们能不能真的分开 因为我毕竟你们是 一个领域上面的 你相信我 你和我是过生活 刚才我听到老师这句话 我也自己明白了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你原谅我行吗 可是你现在什么都不会呀 我可以慢慢学呀 算了吧 算了吧 行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 来请关门 现在这个孩子学琴呢 可贵了 学艺术都特别贵 所以各位家长 看到这样一对的时候 请你反思一下 你让孩子学钢琴 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想把他培养成一个 大的演奏家呢 还是让他爱上音乐 未来的让自己发展 你觉得这个不重要 其实它会影响到 孩子的一生 这个男生的很多 就那一句话 就让人听得特别心痛 我除了弹钢琴 我还会什么 我们的现状就是 很多孩子除了弹钢琴 或者拉提琴 或者别的东西 他们真的什么也不会 所以这是给家长 提的一个难题 说归说 还是希望这女生 能给这个男孩一个机会 好歹他们爱得那么纯 对不对 好了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乐视网 PTV剧的爱奇异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女生还会给男生 一个机会留下来吗 请开门 来吧